11月24日,记者从满洲理事政府获悉,当地全体居民和企业职工正在有序开展核酸检测。 满洲理事府城社区府天文体馆是当地核酸检测现场之一。 记者在这里看到,医护人员身着防护服,戴着口罩、护目镜,医用一次性手套进行采样,市民按照要求做好信息登记,排队等候检测。 现场工作人员还及时对场所进行全面消毒,要求前来检测的市民做好个人防护,戴好口罩,在入口处严格控制进场检测人员数量,提醒民众保持距离。 按人员距离不小于一米要求,排队等候,防止聚集,减少传播风险。 记者了解到,当地全员核酸检测预计25日完成,此外,来自满洲里市政府的最新消息显示,该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,各大超市所有商品正常供应,物流供给正常,市民可进行线上购物。 同时,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关注市场动向,确保市民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物资供应充足,价格稳定。 目前,满洲里市已启动新冠肺炎疫情三级预警,对确诊病例所居住的小区已实行封闭管控,公共活动场所暂停营业,学校、幼儿园及培训机构暂停教学活动,公安部门对道路进行必要管控,满洲里火车站已停运,满洲里机场则暂停全部金呼飞中转业务。 满洲里市官方表示,疫情发生以来,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迅速进入战事状态,有力有效应对,坚决打赢满洲里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常态化疫情防控持久战,相信疫情终会过去,生活终会重现往日的幸福安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